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心电开业 我们有优惠 您好 您好 您看看 心电开业 您好 我们心电开业您拿一张 小朋友 我不是跟你道过歉了吗 你别跟着我了 你快回家吧 你妈妈会担心你的 我还在忙呢 我没有妈妈 那你家里还有谁啊 还有姐姐你 我 我不是你姐姐 姐姐我渴了 行行行 给你买水 喝吧 喂 欢喜哥 行行啊 您爷爷病了 爷爷病了 没什么大事 我住几天院就好了 医药费我出 医药费我会还给你的 我不还外人的钱 来 我送你回家 这是你家吗 郑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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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 少爷 你已经回来了 我 我 我 姐姐他们是坏人 你救我 放开 放开我 姐姐救我 我报警了 我是新郑郑的父亲 父亲 哪有父亲抓儿子的呀 他病了 他病了 我给他请了最优秀的医药团队 来为他治疗 可他 不告而别 姨父 他们来了 在院子 好 早待一下 郑郑哥 无事不登三宝店 鬼婚 他怎么这么小就订婚了呀 新家和宝家世交 他俩从小就订下婚约 不是说这次只是来看看吗 信先生 贝尔县的各种商言网剧都有 如果传出去他已经订婚了 而且对方还是孩子 还是个不正常的孩子 闭嘴 你在胡说什么 郑郑哥 郑郑哥 你还记得咱们小时候吗 郑郑哥哥 我们一起玩吧 你就这么讨厌我吗 那件事后 郑郑不愿意接触任何女性 你是她第一个愿意接触的女人 那件事是什么事啊 好 郑郑姐 今天真的是太实力了 没得好好招待你 没有没有 那我先走了 拜拜 拜拜 叔叔 我是医学院的学生 我觉得我可以帮上忙 好 郑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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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郑别怕 你只是做噩梦了 那件事后 郑郑经常做噩梦 好 昨天 幸好你在 那件事 是这 郑郑 有个亲姐姐叫姓姨姨 在她十六岁那年 郑郑 郑郑 姐姐出去了 你在家好好听爸爸话 好吗 乖 爸 我走了 嗯 好 乖乖小心啊 好 郑郑亲眼目睹了这一切 她受到了强烈刺激 自己得了 病毒 就是床上护医症 她在心智从此关上了大门 身体也拒绝伤长 那我们还有什么办法 能帮助她呢 时光倒流 回到那一天 时光倒流 好 对 在她面前情景重现 让她再一次地看见 当天的情景 给她强刺激 强行让她接受现实 但是 这个方法 会不会有点太残忍了呀 长痛不如短痛 这是能帮证人的唯一办法 郑郑 姐姐 你站在这里不要动 情景在线 想刺激 然后让郑郑接受促生肠治疗 好 完成了 怎么不按计划继续装下去呢 她应该从正常的生活里 你消失才对啊 郑郑 你想起来了吗 我想起来了 姐姐回来了 你怎么没有按照缩好的菜 孙叔叔 我觉得那样 对郑郑的刺激太大了 我请教了医学院的心理医学专家 他们提供了更好的建议 她这种情况比较特殊 我现在这样的方式 我觉得对她来说 更温柔 姨姨 谢谢你 我不想该说什么才好 真的非常感谢你 叔叔 郑郑没事吧 走走走 一切都在把控中 一切都在把控中 据医师 她检查到她的弄电波 已经开始发生了变化 应该是好事 太好了 叔叔 那我能去看看真正吗 这个 据正医师说 在真正西里 她的姐姐茗茗已经死了 所以短时间之内 不好让她看见你 你跟茗茗 就是我的亲生女儿 实在太香了 我知道了 我就先回去了 一年前我毕业了 为了尽快赚给爷爷治病的钱 我放弃了做医生 而是经了一家 物联网医疗机构 也方便你对我们的新产品 有一个更好的理解 上次你配件的药品 加上资料 能转转过 大学你非常专业 要约你下午三点 过来联谈 好啊好啊 我下午三点一定准时到 谢谢你 没理解 我还有工作 我就先走 喂 盈盈 下午把这些传单 都发出去 东西有点多 辛苦了 记得穿卡通服 吉祥 宝曼生物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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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一下 宝曼生物 我刚打草干净 就被你弄脏了 把它弄干净 别踩别踩 我帮你发吧 谢谢啊 不用了 我得抓紧发完 算你还有事 还是老样子 二十分钟我帮你发完 你请我喝东西 二十分钟 这么多传单 我一下午都发不完 你二十分钟就能发完 又说 我为什么要说 移动互联网时代 都有算法推送 我设定好关键词 加上我的破解 一定能吸引来人类 你这熊 魔方 来 开一套 想看更厉害的吗 请领传单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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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发完了 嗯 辛苦了 喝点水 奖励你的 哪里 奖励你 认识我来了 静正正 三点了 我有了重要的客户 你先拿着 哥 跑去哪儿了 现在才回来 那这东西哪儿来的 也不嫌脏 还笑 走啦 走啦 喝点水 哦 我今天没有要它的联系方式啊 宝漫生物 这个地方怎么这么眼熟啊 哦 哦 郑正正 昨天怎么那么巧遇到你 这就是命运的安排吧 嗯 昨天任务没完成吧 美丽姐 昨天的传单 我已经都发完了 你骗鬼啊 那么多传单 说发完就发完啦 不 都发完 走 来 哇 今天练习真好啊 像做梦一样 在公司 是不是有人欺负你啊 我帮你出头好不好 你一个小孩 帮我出什么头啊 再说了 我要是不发传单 怎么跟你重逢呢 也是 所以啊 生活中呢 不管是大事小事 好事还是坏事 都值得感恩 姐姐 下班我来接你好不好 好呀 姐姐带你去吃好吃的 不 我带你去吃好吃的 走吧 哎呀 郑正 你怎么还是这么淘气啊 看这里 还记得吗 郑队加油 加油 走 我当然记得啊 我要谢谢你 盈盈 盈盈 没大没小的 叫姐姐 这么贴心 现在我是真的相信 你长大了 我本来就不小了 我认识你的时候呢 是两年前 那个时候 你才八岁 那个时候我已经十八岁了 嗯 是啊 十八岁被退婚的小皮孩 大哥 跟你商量个事 嗯 嗯 我们收购宝漫公司吧 你一向对生意不感兴趣 怎么突然有这想法 全发出去 信总 哦 哦 我们在里头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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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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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特意去实地考察过这家公司 很不错 很有发展前途 倒不是什么大事 爸出国前本来就有收购互联网神副公司的意象 嗯 那收购后交给我管你吧 可以 我跟爸说一下 你该不会是看上那公司里 哪个小官员吧 爸出国前可交代过了 好好学习 不许谈恋爱 放心吧 哥 我只是为了学习 学习 不许谈恋爱 兄弟 你等女朋友啊 你呢 我等我老婆 茵茵 撞撞 你怎么在这儿 慧世哥 来不及了 别愣着了 赶紧走 我老婆漂亮吧 老婆 我们厂的车 喂 你爷爷病了 让我叫你回去呢 抓紧时间 赶紧走吧 行 你在楼下等我 我把工作交接一下就下来了 是我不好 赶紧 吓得你了 慧世哥 我已经跟你说过很多次了 我们两个真的不合适 这有啥不合适的 欠你的钱我 我会很快还给你的 搜索这辆车经常出现的地方 选取停留时间最长的位置 有了 爷 你怎么喝上茶了 这是洗脚毛巾 爷爷 爷爷 你怎么样啊 严不严重啊 我走之前 想让你乘个家 爷爷死了 也瞑目了 爷爷你说什么呢 你好好养病 爷 你放心 这事交给我了 明天我就给盈盈去领症 这么一冲洗 你的病一直就好了 爷爷 你好好养病啊 我不喜欢慧世哥 我不会跟他领症的 你还嫁了呀 你还嫁了呀 换洗这两年 对你多好 咱可不能忘恩负义 你不嫁给他 嫁给谁啊 嫁给我 你是谁啊 姓郑郑 爷爷好 你好 你好 请 给我掌心 郑郑 你怎么来了 我担心你 就跟我来看看 爷爷 你怎么还有男朋友 我没有 看郑郑 都怪你乱说的 我这回帮你 姐姐 真的不用我陪你吗 你先回去吧 等爷爷身体好一点之后 我就回去上班 先回去吧 好 我听你的 姐姐你先进去吧 我看你进去 我才安心 性症状 我看你 我来看看 哎呀 伤得这么重要 会不会刘帕呀 刘欢喜手也太黑了 放心吧 我没吃亏 小伙子 你还是走吧 刘家你惹不起 他是我们村的首富 就他们 不配给我斗 爷爷 你为什么总是怕刘家呀 我知道 这两年他们帮撑了我们不少 他们家到底给了我们多少钱 等我赚钱之后 全部还给他们 爷爷 我差点大雪了 担心担心 好 怎么样 忍着点啊 姐姐 晚安 一会儿去爷爷房间睡 别着凉了啊 我带着点 你来 我去 求求你们了 就算了吧 爷爷 别求他们了 我们走 想走 欺负我们老刘家没有人 今天这笔账 我们要好好算一算 爷爷 你带着爷爷先走 双喜家具场 你们应该很熟悉吧 那是我们家的 巧了 这个场 就在我信使集团的地上 你们要是再这么互奖蛮缠的话 明天就让你们关家 叔叔 这里以前很美的 只是现在 姐姐 让我照顾你吧 你别闹了 弟弟 姐姐 你想哪儿去了 我是说 像以前你照顾我那样照顾你 姐姐 果然思想开放啊 没事吧 我的手 把我们续上去 姐姐 你这样不行 要不我陪你吧 不用不用 我自己走 来吧 上呀 我怕你会紧张 你告白就想多藏 当勇敢开始不知去想 喜欢自己 养下 牵着肉丝与生长 影子被时光慢慢拉长 怡恋儿 诶 这孩子很不错 但 做男朋友啊 还是要找一个 比自己年纪大的 更合适 爷爷 我只把他当弟弟而已 爷爷 我走了 爷爷再见 看前方 怎么玩 馒母 勇敢 来 好吃 来 有 爷爷的身体也没什么大碍 你可以放心了 还疼吗 没事 姐姐 你以后有什么事一定要告诉我 我可以保护你的 你准备怎么保护我呀 今天你先回去休息吧 明天我有一个惊喜要给你 你要给我什么惊喜啊 你怎么能亲自干这种操伙呢 快坐快坐 硬硬姐 你怎么能亲自干这种操伙呢 快坐快坐 硬硬姐 喝点水 吃点水果 凭什么 凭什么顶起我的职位 我不管新来的老总是谁 我不服 你没有什么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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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啊 好久不见 听说新来了领导 我们销售部门的一枝花 想约您共进晚餐 中午吧 一起 郑郑 你猜我今天在公司看见谁了 你大哥 两年没见 他又变得成熟稳重了 这个就是你说的惊喜吗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不开 收购公司的事 我办好了 只是爸要求我 亲自来管理 不是说我来管理吗 我第一次见你对公司管理这么上心 莫非 有什么影响 伟总真是气宇不凡 这餐厅环境不错啊 魏小姐 我们庆祝你容身主管 以咖啡代酒碰一杯 伟总 我刚好想找您聊聊这个事 以我现在的业绩还做不到主管的位置 所以我觉得我还是脚踏实地一步一步来吧 那行吧 不谈公事 葛帅 自己的NEY 刚好你 就我们支持你 那我们都在一起 不让我们聊天 那我们一起聊天 好 好 是不一定的 还记得这里吗 还真的都是老样子啊 明天 明天我会正式向你告白 我不要再做你弟弟了 我要正式成为你的男朋友 谁啊 你先坐啊 我在煮饭 穿着 你 你这是穿着什么衣服呀 我看看 你这穿着你爸爸的衣服是不是 来来 坐坐坐 给你倒杯水 你有没有什么想吃的东西啊 姐姐在做饭呢 小孩子家家送花呀 我已经不是小孩了 你不是小孩了 那你是什么呀 是什么 我愿意总摸我头 一点都不懂 好好好 你不是小孩了 那我们就来坐一点 大人在做的事吧 大人做的事 我这真的是第一次 不是很熟练 没关系啊 我教你 来 把衣服脱了 把围裙戴上 我给你 哇 小心油啊 姐姐 是不是糊了 是正常的 你再加点水啊 行 正常 我去开门 姐姐 那你这边来 我去开门 你 您 您 您怎么在这儿啊 你才怎么在这儿啊 喂 总 你怎么来了 我身为公司总裁 来关心一下员工的生活状况 总裁看员工 还送花啊 哇 好漂亮 是不是有东西糊辣 我去关火 我来 我来吧 哎 韦总 这种赏试哪能让你来啊 哇 韦总 你还有这种手艺 快吃啊 快吃啊 我警告你 别打我这主意 你姐姐 确实是个很好女孩子 既然你从小那么喜欢你姐姐 然后我把她娶回家 给你做嫂子 瞎说什么呢你 怎么不动筷子啊 等你啊 趁着吃 韦韦 我现在不来找你啊 韦总 这是我做的下个月的计划 您过目一下 这个月的目标 我们已经达成了 还不错 继续呢 韦总 今晚下班 一起吃饭 美丽姐 我约人了 谁 盈盈 我不能推送她了 喂 盈盈 又是你 一山不容二美 除非一公一母 我跟你师父两立 郑爹 怎么是你啊 你大哥不是要来找我吗 盈盈 你不会喜欢我大哥吧 你说什么呢 小孩子家家的 以前 都是你哄着我 保护我 以后我不想再这样了 从今晚后 换我来守护你 你 找找你 妈 等等我 我去去救回 我不装了 我摊牌了 我喜欢魏盈盈 从小到大 只要是你喜欢的 我什么时候跟你争过 太好了 谢谢哥 盈盈 我有话对你说 盈盈 我一直都喜欢你 你不知道吗 别再把我当小孩了 郑郑 你别说了 你在我心里 一直是那个天真浪漫的弟弟 总是会婷婷地叫我姐姐 现在怎么会变成这样的 你知道吗 这两年 我无时无刻不再想你 那次相遇 不是我人 是我一直都在找你 当我再次见到你的那一刻 我感觉我的心都会要跳出来了 从那一刻起 我就暗暗发誓 我再也不会丢下你了 郑郑 你先回去吧 我现在老子喝完 我已经不再是小孩了 还请你能认认真真地考虑向我 没想到你这么有心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玫瑰 这个是送给盈盈的 你姐姐 她出去发传单了 还没回来 她怎么又去发传单了 不管我事啊 是你姐姐自己要去的 我去找你 走了 出来吧 谢谢你 没理解 你这是酸谁呢 这样的高富帅追你 还躲着不见 我跟她不太合适 年龄不合适 家庭也不合适 姐劝你一句 灰姑娘也有自己的王子 你不必太在意 盈盈 你不合适 重重 我们两个不合适 盈盈 盈盈 你开门啊 你为什么躲着我 重重 你现在这样我也很难过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面对你的这份感情 可能我们两个不见面 对你来说才是最好的 这么重 你 你在这儿等了一晚上吗 你这样我很担心你 你为什么要这样折磨自己 盈盈 你不见我 我想不通 一晚上都没有想到 郑郑 你再给我一点时间 我们以后还像以前那样 无忧无虑地相处 好不好 盈盈 你为婚夫来了 见面就给大家发喜堂 就给大家发喜汤 你也吃 未婚夫 对啊 就是那个 胖胖的土大块 可以 去 去去去去去 欢喜哥 他不是我未婚夫 你干吗呢 你别发了 你怎么会是我未婚夫呢 你什么硬 害什么羞呢 我们是有婚约的 你们看 看 你 白纸黑子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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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盈盈 从小到大 我都没受过这样的屈辱 就凭你 你明明有婚约 干嘛还要抢我的未婚夫 搞了半天还是个小三啊 看这挺清纯的 没想到是这样的人啊 别瞎说 姐 我给你买了好多好吃的 我现在就去给你做 行政政 怎么了 怎么了 你出去走 渣男 你们都欺负我 渣男 我说了我不想接你 你赶紧走 盈盈 是我 怎么是你啊 哎呀 爷爷病了 爷爷又病了 怎么样啊 严不严重 都住院了 我 我你打电话也不接 你是不是你 我这一个人忙前忙后 行了行了你别说了 赶紧走 欢喜哥 我们不是去医院看爷爷吗 来这干嘛呀 一时半会儿出不来 拿一页生活用品 来跟我来吧 爷爷你先坐 我收拾 我来不停 我来不停 那么快 我去找我 好被你后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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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总 谢谢你救了我 先别谢我了 我本来担心你心情不好 来看看你 只有看到你们来这儿 幸好我来了 不好意思啊 我来晚了 啊 没关系没关系 我们正在玩一个即兴小游戏 我们每个人在这个纸的背后 写了一个字 我们现在把它随机的翻过来啊 看看它变成了一个什么词 A A A 魏小三 人家当然是有手段 要不然是怎么坐上主管的位置 难道靠业绩吗 女人还是要靠自己 努力 奋斗 你 你怎么来了 我在你家楼下等了好久我都没有见到你 有点担心你 买了点吃的 来公司看看 你不是去抱别人了吗 我都跟你解释过了 那都是有人故意陷害我 我心里只有你 想了 我就在这儿陪你 不会打扰你的 怎么形容思念 我贫瘠的语言 季风像有了终点远渐渐 如果想你一遍 会花星星一点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不是 到底什么事啊 好事 是好事 你来了就知道了 来来来来 你的努力我看到了 你确实胜任主管的位置 我服了 谢谢大家 谢谢 正正 你看 这是我们公司新做的项目 嗯 做得很好啊 是吧 那我去做点吃的 庆祝一下 正正 上次你做饭 差点把姐爷的厨放烧了 还是我来吧 放心吧 姐姐 这一次 我特意去许了的 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正正 这个就是你 精心准备的大餐 不过这个是我见过 最漂亮的箭单了 吃吧 嗯 来 烛光晚餐和我的未婚夫 魏盈盈勾引我未婚夫 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 你放手 你弄疼我了 你知不知道 咱们两家已经同意继续婚约了 我才是你的未婚妻 你放手 你最好 不要再碰我的女 否则 我什么都做了出来 信正正 我会让你知道的 你是错的 的 你也看见 你 你去找她 你来吧 人家 心里 没关系 对不起 是我没有保护好你 正正 你还是走吧 你去找她吧 你们两个比较合十 呢 她是个人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欢迎 长这么大了 第一次见您 您才这么大 有事说事 没事请回吧 最近新加收购的投资公司撤资了宝贝尔的电影 这看您看能不能帮帮忙 这些都是公司的事 商业合作 我无权插手 你个小屁孩 敬酒不吃吃罚酒 你也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做了什么事 魏盈盈是我的女人 你们要敢再动她 我不保证我会做出什么事来 宝贝尔的事 你可以找我哥 信正正 对不起 我想你一个人亲一下 郑郑病了 他应该是受到强烈的刺激导致病情腐发了 喂 爸 我是真的喜欢魏盈盈 我 绝对不行 魏盈盈虽然对你 对咱们家有恩情 但家庭差距太大 你们不能在一起 爸 我真的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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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一次 能封闭自己内心的方式 来抗拒不能接受的事情 不过你放心 再接受治疗了 他会好的 不可能 我不相信 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 我不相信 你 你别闭了 冷静一点 他会好的 好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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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す 你运气多好啊 就像我们在山里 第二次相逢的那一天 阳光洒在你身上 你整个人都在发光 从那个时候 我就已经爱上你了 只是我一直不敢面对 我内心的感情 就是等你好起来 我们就正式在一起 好不好 不管多久 我都会等你 姐姐 姐姐 我听到你说话了 是你再一次 把我从沉睡中唤醒 盈盈 你是谁 郑郑呢 这是她 盈盈 郑郑 郑郑 姐姐 姐姐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们敢问我姐姐一根狠毛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 你们两个我听着 你们两个今天晚上只能活一个 把我前放了 把我留下 你别听她的 你把她放走我留下 你别听她都要快走 盈盈 你听我说盈盈 你要是不在了 我活着比死了都痛苦 我求求你 你走吧 郑郑 郑郑 直到今天 我才明白你对我来说有多敌 我爱你 我一直都爱你 如果今天你不在了 那我接下来的每一天都备受监牢 所以 侯下的任务还是非典的 这空间我 就你来承担吧 郑郑 姐姐 我求受不来这个痛苦 开门 动手啊 郑郑 郑郑 想不到 你们还真是一个赤男人呢 宝贝啊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在犯法 你去告我 我就跟他们说我在拍戏 我犯什么罪啊 云云 你没事吧 老表 你这是要干什么 你要是伤了你 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我是不会伤害她的 本来就会想设计一场 让你看到她 淡淡一头个子飞的真面目 没想到 却上演了一场孔明鸳鸯的戏码 你们把对方看得 比自己生命都重要 我输了 郑郑哥 这是我 最后一次给你添麻烦了 我保证 沐妍妍 照顾好郑郑哥 郑郑 郑郑 所以你这次不是真的生病啊 我只是想争取机会 让家里同意我们在一起 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啊 怎么形容思念 我贫瘠的语言 我贫瘠的语言 季风向有了终点 云渐渐渐 今天回去 什么都不要想 好好睡一觉 明天 我来接你 这算不算啊 我们的第一次约会 明天 不见不散 我们的一切 我们的语言 有所謂的语言 为什么 这个语言 我们的语言 我贫瘠的语言 没有意思 你 davon 我不太 可 明天 大 鸟 完了完了 我怎么把春仙花发出去了 怎么办 太丢脸了 哥 这有条领带 那我自己拿了 我怎么办 喂 喂 一凡 有事吗 郑郑不见 怎么会不见的呢 你别着急 我已经派人去找了 有消息马上通知我 郑郑郑 郑郑不见了 他们该找的都找过了 这么一大伙人怎么会消失呢 郑局长 你放心 我们报警了 很快又有结果的 你先回去休息 郑郑 你就是不是 那么 在这边 我们最后都找不着 这就是 我来给你 好 我觉得 我来给你 这就是 这么不着个差 这就是 你 救命 郑郑 我回来了 你以后再也不要离开我了 我会一直在你身边守护你 相信我 好不好 原来这是一场梦 郑郑 这是你离开的第三百六十天了 你不在的每一天 我都在想你 你一定会回来找我 我总觉得这一天很快就要来到了 也许现在你就在我门外 我一打开门就能见到你 开门 燕音 你要学会调试自己 别让身边的人担心你 我们去唱单吧 郑郑啊 最喜欢喝的就是这个牌子的牛奶 我刚认识他的时候 他缠着让我买 花掉了我整整一半的工资 我都心疼死了 盈盈 你要学会接受现实 郑郑都消失这么久没有消息 说不定都已经 不会的 就那他不会有事的 他答应过我会守护我 我相信他不会骗我 而且我经常能感觉到 他从来没有消失过 盈盈 郑郑不可能在这儿 你还有我 看你这样子 我很心疼 韦总 我想一个人等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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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不起 我去下面等你 原谅我 不能靠近你 我发现有坏人会伤害到我身边的人 而且好像还跟伤害我清洁有关 为了保护你 我只能离开你 默默关注你 保护你 原谅我 我马上会查出真相 回到你身边 韦总 还不死心 等盈盈呢 新城泽灵 水滴石川 是青春 韦总 盈盈 我们去吃晚餐吧 好呀 走吧 盈盈今天居然同意了 难道她从男朋友的失踪里走出 盈盈盈 最佳的心 盈盈盒 少女 盈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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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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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